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多次被爆同妻子张可慧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而此次媒体更是爆料两人其实已经与早前低调离婚了 随后记者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曾国游的哥哥 对方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弟弟曾国游的确已经离婚了 但两人算是和平分手 目前双方关系保持良好 张可慧消失再增加 婚姻关系疏远 据悉张可慧作为曾国游的妻子 近些年几乎已经消失在增加的各种家庭聚会或者是活动之中 因此可以看出两夫妻的关系也变得相当疏远 在去年曾国游的母亲朱熹珍因病离世 而作为媳妇的张可慧从始至终都没有现身 只有曾国游一个人带着女儿现身葬礼现场 当时就有不少媒体猜测两人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但曾国游并没有做出回应 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当初在葬礼现场记者拍摄到 曾国游和曾经结婚时的样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整个人似乎变得更加年轻 头发更加荣密 身材也在主张加浅 甚至取下了曾经标志性的眼镜 不再做外界口中的四眼仔 似乎和结婚时有相当大的出路 张可慧情人节秀恩爱 离婚传闻不公自破 自虽说两人结婚八年多以来 多次传出婚姻不顺的信息 但当事人双方一直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时间久了 外界本以为这些传闻都是无中生有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情人节张可慧竟然高调晒出了与新欢的合照 直接暗示了同曾国游已经离婚 从张可慧在社交媒体中贴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他同新欢似乎感情正处于你浓我浓的结蛋 两人脸贴脸的合照高调宣示主权 甚至最后还到了清餐厅进行庆祝 目前作为当事人的曾国游 对于离婚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而其父母亲曾志伟最近加入TVB做领导后相当忙碌 对于儿子的婚姻也同样没有做出回应 曾短暂加入演艺圈 张可慧未婚先孕 作为曾志伟的儿子 曾国游也算是含着金钥匙出身 因此早些年曾国游曾以曾志伟儿子的身份短暂加入过演艺圈 据据当时在曾志伟的推荐下 曾国游曾参加了TVB某女欧节目 并在节目中担当主持人 但可惜最后反响相当一般 适水失败 而在2012年曾国游与其结婚时 张可慧已经怀有身孕 因此两人当初结婚时也算是未婚幸运 当时两人结婚的操办的酒席 以及礼金全部都由曾志伟一人满单 据悉花费了过百万 只不过这段婚姻最终还是宣告结束 甚至有传闻出当初张可慧嫁给曾国游 仅仅只是因为她的父亲是曾志伟 在小编看来 婚姻始终都是两个人的事情 一个巴掌拍不响 要怎么样维持良好稳定的婚姻关系 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曾国游和张可慧的婚姻 显然出现了诸多问题 两人也并未及时止损 所以最终走到了离婚的尽头 但不管怎么说 也希望两人离婚之后 能够各自安好 所以不知大家对于曾国游离婚 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请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